好 日本擅自把宇纳国岛的防空识别区往西推进 虽然我方表达了反对立场 但似乎这两天下来都没有起任何的作用 怎么说呢 因为外交部长杨靖天在立法院达巡立委时 坦诚 国际法是无法规范日方的做法 因为日本可以透过修改国内的法而自行解决 日本私自扩张宇纳国岛防空识别区 台湾政坛还在发酵 天下百无事 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事端出来呢 他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把这个防空识别区也要做一个调整 一般居民绝对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了 到了宇纳国岛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是自动内缩 我们对他们是很客气的 如果按照美军的划分 我们根本不必内缩啊 我们还是内缩了 我们能接受吗 我们认为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上面 并没有加以规范 日本应该要跟我们充分的沟通 所以日本这方面的决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什么原来国际法根本无法规范日本的行为 外交部早就一清二楚 他会被自己化 理论上 法律上他可以 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立场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说明 第二个在国际上啊 这种议题是国内法可以做的决定 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作为防空识别区临街区 我们有理由要求对方 是不是因为我们未来 跟他的防空识别区就重叠了嘛 很大的一块重叠嘛 那如果我们的飞机跟我们船进入的时候 日本如果采取驱离了这样的一个手段 我们打算怎么因应 我们就是不接受对不对 是 如果他的船舰进入我们防空识别区 我们该不该要求他们的船舰离开 立委闭问之下 杨靖田都快说不出话来 马政府再不硬起来 处理台日双方的防空识别区争议 民众只能眼睁睁 看着台湾主权被伤害 民事新闻叶启成 简世峰台北报道